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人街大战 你看看我们这个人数,真的是太可怜了 但是这些残存的人类还在继续坚持奋战 好,开始了,看看对方的情况 98,96,96都是11,23万的战力 我们这边是两个,我的战力是12万 然后,我的队友,这个L King是个大佬 战力18万 不过我觉得啊,这一场就算只凭老子的话 都可以打个平手 这个 已经证明不是自动 因为他看我吹了下面这个风阻 所以黑飞也是打了下面的 不过很快 这个天道就要奥逸了 天道已经奥逸了 看看伤害怎么样 很一般 然后 黑飞这一出 哇,很痛 不要打死啊 不要打死他 打死他 哎呀 如果打不死的话 两个刚手给加血的话 应该是 哇 他这个刚手加血加的真狠啊 看我呢 我这个只能加到3000 接近 都看不出来 都已经加满了 第一回合处于满血状态 第二回合 我应该是把下面那一队就全打怕了就对了 然后 我 我 我看着来吧 我也不知道应该打谁好 打阿斯玛 阿斯玛应该是死了 他应该是被黑飞戳死的 真的是命运的 上面的人都没有没有带标记的 所以打不到 他们肯定是集火刚手 我 他们选定的是集火我的刚手 这个小狗不错 挡了一下刀 这边的 诶 他 这是 这个吹风的奥义 然后小男也奥义 又是打我的刚手 可惜没死 这个没死就尴尬了 没死就该 接受我方的这个刚手的加血了 哇 好爽啊 加五千多 我这个刚手的奥义卡了 对方出通灵兽了 一脚踢在蛤蟆上了 应该是 他这个蛤蟆是一摸倒 一脚就踢飞了 好的 他们又重新释放进场技能 小男起飞了 又轰了我一下 我的天哪 他们一定是非常不喜欢我的刚手 不过我觉得 到现在应该是 获胜了 应该是可以赢了 因为 这个老子在拍地的时候 就会很强了 当然布阵的时候 也没想到这么多 要是把老子 他们放在中间 让他们多挨揍一点 应该老子很强 我们刚手想踢一脚 但是 再打断了 然后对方的水主 要对我放鲨鱼 又打着刚走 好惨 快死了 可惜我方水主的加血 不能给我加 不能给我加就爽了 我方也出通灵兽了 不过我看这个血量 更加的一摸倒 被打死了 不过我可以重新释放这个进场技能 这样也是好 因为我的这个老团刚才是处于混乱状态 所以他放不了结界 然后现在放过 看他能连抽几下 不错啊 把小迪的蜘蛛都清了 这个老团在忍战的时候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他有可能清掉很多的分身 还有小蜘蛛 不过我老团的这个结界 很快就要没了 很快就要被这个老子砸掉了 那第四回合 那那不急 第五回合才能被打 小迪丢了一个炸弹呢 还是一样打刚手 可是没用啊 刚手刚才有一个护花 他的状态免疫 不太容易死 我再吹一下风 这个三代的奥逸真的是可有可无啊 飞飞好厉害了 一下子戳 戳倒了两个 戳倒了一个 好的 轻支住手 哎呀 如果如果这可以打的力量更大一点的话 可以连抽更多次 可惜了 哇 这个刚手这两口血加的 真的不要钱的 真爽 这个 一拍地 这个拍地 没有设计连击的 我一脚踢死小迪 不知道对方地狱到如果复活的话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断的 看看要不要复活 他应该是算到我们对我没有这个打断的技能吧 没有复活小迪啊 其实复活小迪之后 下回合一开始小迪可以丢出炸弹 放弃了 先把他这个水谷推了 哇 这黑飞这一下职命啊 这黑飞这一刀应该职命啊 还不一刀把他们都砍死了 我基本上满血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